好的,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一套金卡纳比赛系统的一个另外一个模式 我们叫练习模式 这是一个电子控制盒 刚刚我把电已经拔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接一个喇叭上去 这个喇叭我们可以在那个红绿灯上去取下来 去通用也可以 两个孔的是一个喇叭接口 插上,插上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给它供电的 给它按住小按钮 按住小按钮 按住不放 然后插电 松手,听到声音之后松手 它当前播报的是一个发令模式 我们再按一次小按钮 当我们听到练习模式之后呢 按一下大按钮 这个时候这个系统就会变成一个练习模式 不需要我们发令和再发令了 我们只要做一个操作 复位 复位之后呢 我们这个发令和目前可以不用了 我们可以从起点的激光出发 启动计时 在这个出发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的几秒啊 前面的十秒内 它是一个就是不被触发的状态 我们触发第二个就相当于第二辆车在经过 注意看第二辆车过去 这个时候红绿灯是就是已经失效的 它不需要红绿灯发令 整号系统呢 它只有起点激光 中点激光和显示屏 然后发令和也可以不在线 但是如果在需要复位的时候 它是需要在线的啊 然后第三个人再经过啊 第三个车手啊 我们在起点 你看在三秒四秒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它是可以允许后面的车 有个无感应的时间 在十秒以后才可以触发下一个啊 这个系统也是一样 我们一共要允许五个车手在里面练习 你看我们现在在八秒九秒啊 只有十秒以后 我们经过的车 它才会触发 然后而且我们后面到达的时候 也是一样啊 这里到达 一分秒一秒九四六 如果在播报的时候啊 我们有下一个人也快速到达了 我们现在正在播报 正在播报 但是 这个感应时间 就是到达也会有一个无感应时间 大约十秒钟左右 我们再触发 再触发 这个是代表最后一个人还没有到达终点 他正在计时 那如果这个时候这个车手摔车了 他不能到达终点 我们要取消他的成绩 还是一样 侧面长按 这个清除按钮 散一下 然后他的成绩就被清除掉了 画面上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有效的那个时间啊 然后我们可以 出发 继续可以出发 然后我们的练习的时候需要遵守一个规则 必须在十秒钟以后再出发 再出发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到达 他在播报的时候 我们依然可以出发 我们依然可以出发 也就是说只要我上面 没有满 就是没有满五个人的情况下 我的起点是可以 十秒钟以后都可以被出发 所以这个练习模式的话就比较省力 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设置 自己遵从 十秒钟以后 陆续下一个出发就可以 OK